曾主演电影《男星大曲》 我常常觉得自己很荣幸 在崇山荒野中默默前行 欢迎各位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一边是一往情深 能够把人和事结合在一起 谢谢 谢谢 导演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这台带走红毯的时候 是不是听见同样的一片大扫声 对对对 有什么感受 就是很亲切 也很感激 都是我的家人的感觉 对 那这一次来到本影节 想问一下导演 平时自己看电影的时候 请问看什么类型的 只要能触动到 或者说 让我有关情我都挺喜欢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类型 那演给你的话 你想尝试什么样的类型和角色 成年人不做起来 我角色都想着 都能hold得住 这就是大嫂的技巧 哎 记住 是大嫂 她更是高业 来吧 还是那句话 我在微博上曾经发过的 承蒙台爱 何其有幸 接下来的路 接下来的路 我会继续努力 让大家看到 高业不只是大嫂 谢谢 谢谢 那个 天坛奖评委 中国香港导演 关锦鹏 以色列导演 纳达夫拉皮德 泰国导演 平帕卡 托维拉 中国演员 张颂文 中国演员 周东宇 让我们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来迎接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天坛奖国际评委会的各位成员 感谢张颖某主席和其他几位评委 一起 来 我们有请各位一起在我们的背板上签名 欢迎关锦鹏导演 欢迎东宇 其实几位也都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了 欢迎鹏先生在2020年那一届北影节的时候 为我们做了连线的大师班 张颂文是在去年为我们做了大师班 而张艺谋先生和东宇 尤其是东宇在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 是和窦霄一起走上我们的红毯 当时就是因为山楂树之恋 而今天又和张艺谋导演一起再次踏上我们的红毯 来 我们有请各位一起在我们的背板前 合影留念 来 有请 导演刚好您可以站在正中间的位置 对 好 来 有请 感谢各位评委对于本次电影节的支持 私下场观看 韨词 北京 at 美麗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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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